互将苏嘉贤中社川永人防线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林岳府台北报道 106学年度HBL高中两球联赛 今日继续在台北小巨蛋开战 女子组互将高中连两年在季军战上演逆转秀 此次靠着一姐苏嘉贤在第三节大爆发 并在末节最后34秒连拿5分 以71比66气走永人高中 连两年用逆转戏马及连三界夺女子组继军 永人高中拙在首节取得15分领先 最终却被南山高中逆转 痛失晋级冠军战门票 这回永人面对互将 在第一节人最多握有12分领先 但第二节遭对手逆转超前1分 好在后头有回稳 以28比24领先进入下半场 一篮后苏嘉贤单节大爆发 个人贡献三颗三分球 率队单节打出28比17攻势 在前三节打完 反倒带着52比45领先优势 永人虽在末节最后一分追至两分落后 却始终欠缺了一口气 且苏嘉贤又先在34 52秒关键上篮 即便永人一度有机会 扳平战局 却发生失误 苏嘉贤还紧上天花 投进鸭绍三分球 硬是将胜利收下 逼得永人得接受连两站在小区 但遭逆转的残酷事实 互将自上夜17分落后 逆转南山赢得继军后 今年照样克服首节逆势 连三节拿到继军 苏嘉贤是逆转头号攻城 他投进四颗三分球 攻下29分 吴雅亭11分 宋渝 狠11分 徐敏轩10分 曾婉如9分 永人行人后热门人选 正会此小出21分 及20篮板 禁区一解吴伟如13分 许可为16分 许可清9分 不过阵中头号射手 林家荣左标进24分 此仗却13头皆末 仅靠罚球哪一分 团队全场紧投进一颗三分外线 成为战败主因 护江苏家贤 记者林郑坤社 护江苏家贤于永人连一文 记者林郑坤社 护江苏于韩后仰跳投 记者林郑坤社 永人庄家遇上蓝得分 记者林郑坤社